底恰关节主要设计用于微小运动的稳定性,底恰关节功能障碍是指底恰关节运动不到,底恰关节功能障碍的诊断和评估是困难的,传统是使用图像引导的麻醉剂注射治疗。 我们的一名47岁女性,她经历了大约2个月的右臀部疼痛和疼痛薄行,站立为X光片显示右侧底恰关节周围有炎症性硬化。 检查发现右关节有压痛,激发试验阳性,与右侧底恰关节功能障碍相符。 在为期6个月的胸腰椎脊移脚症和康复锻炼相结合的计划后,她的疼痛的解决了,不太恢复了。 出乎意料的是,在随访X光片上发现了骨盆入射角的变化,由于底恰关节的活动性被认为可以忽略不计, 因此,骨盆的发病率在整个成年生活中或多或少地保持不变。 我们的研究目的探讨骨盆发病率变化的重要性。 骨盆发病率差异揭示了基于重复X片识别底恰关节功能障碍的可能性。 目前的研究已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收录,该数据库作为信息检索系统的一部分进行维护。